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是传统的圣诞节 在传统的圣诞节呢 这里又发生了地震 而在我看在ABC做了一个美国境内当中的一个调查 在美国人的群络当中大概74%的人信仰基督耶稣 21%的人是无神论 而4%的人呢不信基督耶稣 但是信别的 有他的信仰 而在这传统的假日当中呢 其实我个人呢 我在电视台上我看 像美国大的电视台都在他一些像纽约的Radio City啊 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一些大型的唱歌的歌颂的 歌颂圣诞节的这样的会 这样的一种晚会或者说一种庆祝的会 包括获选的川普呢 他也到教堂里去参加圣诞节时期的一个机会 在美国有21%的人什么都不信 无神论 但他的基础是在一个个体者自由选择的背景之下 在中国的环境中是被灌输的背景之下 对吧 中国还出现说什么不能纪念圣诞节 然后网友们嘲笑说不能纪念圣诞节 结果放一张照片是 是那一年习近平跟圣诞老人照的像 那是一个撕裂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因为钱财 把很多人群撕开了 因为权力同样把人们撕开了 而作为权力者中间 他们各自的利益集团 他们也是撕裂的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强烈不满 美国国防法案升级 对台湾军事交流 我觉得你可以喽 你可以不满喽 那现实的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喽 奥巴马在离开即将卸任的背景之下 结果他的做法又去迎合了川普的做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包括计划与台湾进行高层军事交流 中国表示强烈不满 并称以提出严正交涉 严正交涉第678回 第250回 对吧 250回何一回就是250 23号美国总统签署了国防法案 涉及到618亿美金的军事开支 明确提出支持美国国防部 推动美台高层军事交流 及改善美台的军事关系 国会通过了法案讲 这样的高层军事交流 包括美国的军事将领 和助理国防部长以上的文职官员 那台湾的总统府稍早时期 衷心感谢奥巴马政府 对台湾国防安全领域的 长久以来的支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讲说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纯属中国内政 有关法案严重违反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中国对此完全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这既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那川普的上来呢 直接触及到中共 直接触及到中共本身 曾经一直把美国人 当成小辫子的这种概念去抓 抓这些一中的原则 抓这个概念呢 是为了能够国内的所谓的 来支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呢 却建立在把中国人 视为高级动物的背景之下出现 所以中共的合法性 建立在一个把中国人不当成人 当成高级动物处理的一个合法性 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场面 真正在我眼睛里看到的场面 所以中共的高纯从上至下 都是一种杀戮的概念 而中国社会的本身 从上到下都是以诚信的方式 相互欺骗的概念 对吧 一直到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共存 同样是相互欺骗的概念 那有篇报道说挺逗格 是指辽宁号的航母呢 据说突破了第一个什么岛链 其实就要去冲着台湾海峡去了 过了台湾跟琉球群岛 就是从日本的琉球群岛往下 到台湾河往下走 一直接印尼 马来西亚 这是太平洋 太平洋板块跟欧亚板块的接触地带 所以它有一连串的岛屿 所以这是所谓的什么 大概第一什么岛链了 我就觉得都是文人在那儿骗钱花了 说这个航母过去了 过去的是公海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头开赌场 咱开玩笑了 开舰弹射式航母走入大海军时代 香港媒体 中国建造第一艘国产航母 即将下水之际 解放军少将金一南披露 第二艘国产航母早在去年3月份 就在江南造船厂开始建造 而该航母还是蒸汽弹射型 消息如果属实 中国朝着大海军时代 又坚持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网上有个视频是大陆人拍的 它是一种闹效的视频 三个男孩在那儿 不知道闹什么 然后说吹牛皮 吹牛皮 说谁去 谁要输了的话 谁就真得吹牛皮 然后这个男孩就输了 这个在Facebook上我昨天看的 男孩输了 输了之后 他真跑那对着 对着那牛的屁股去吹牛皮去了 结果他骂出来 拿一棍子 一棍子给他打飞了 你小子养过你白养了 我觉得这东西 就像刚才有人说的 牛皮不是吹的 牛角不是威的 这个海水不是用直接盖扣出来的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大海军年代 海军司令叫吴胜利 对吧 海军里面军官们今天 中高级军官 副军级的 正师级的 正团级的 我不知道海军应该是什么级别了 今天都面临着习近平的大清洗 什么大海军不大海军的 我眼睛里就这么回事 这东西都是表象 对不对 穿上西服 你是外国人吗 不是 道理是一样的 你以为给你个铁嘎的下水里 你就是个大海军了 所以文章都得这么写 因为他卖钱 但是在我眼睛里就是 这些都是表象 而这些东西出现呢 是现实环境中出现了 但具体会怎么用 那你就看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了 如果朋友不相信的话 另外一篇报道 党官豪宅成了烫手的芋头 半价抛售 无人敢买 动向杂志12号的报道 近期在北京 天津 南京 上海 武汉 广州等多地官员 纷纷以超低价格抛售豪宅 不过他们的销售渠道不是透过地产商 而是透过国企 国有商业银行出手 销售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一半 甚至更低 但麻烦在于 这样的销售渠道本身却依然很冷清 主要是这些豪宅的房屋业主都是以假名持有的豪宅 产权不明 因此没有人敢买 那这里他说的多地官员纷纷以低价格抛售豪宅 所以这些官并没有被干掉 还是官的 但他们手里确实有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不在他名下 是个假名字 因为只要这官没被杀掉的时候 手里有十本护照 就是十本护照 对不对 把他祖宗的爷们 把他老爹的姓都给改了 对不对 本来是姓王的 他改了姓巴了 所以加起来叫王巴 那怎么办呢 他是姓王的 结果这房子呢 名下是巴 所以加起来 这房子真正是王巴的 那你 谁敢接 谁敢接王巴的房子 不敢接 因为他是假名字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透显出 不是一个腐败 是大家都这么干 但不透过地产商 透过国企和国有银行 国企也好 国有银行也好 跟这些 又是王又是巴的人 之间有关系 人家才给他卖 才去冒这个风险 这是风险 你让老王知道了 老王能 老王就知道 先给他列上单子 对不对 先把单子给我列出来 把明儿我现在腾不出手来 明天我再杀了 喝王不血 他肯定是这么回事 他一定找贴心的银行 和使得了的国企的人 去卖这房子 华尔街日报 访问了十几家 大陆的房地产经济之后 发现 为了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中共高官 不但已经不再买进豪宅 而是出现了恐慌性抛售 这些高官只想快点把手里的东西卖了 他抠了 对不对 那房子里家里短了两三亿现金 你就干脆抛了就完了 他抛不出去 对吧 他抛不出去 他抛出去 隔壁老王在那盯着呢 老王急了 所以大家看到 习近平也好 老王也好 玩命跟这些官下手 那这些官呢 玩命求得自保 能保的保 保不了就那样了 实在心里想不过去就自杀了 陈杰少将就这么自杀了 那这些官在 也不是都是吃素的 所以有些会借助这个环境呢 制造一些混乱 那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社会是撕裂的 中共官场是撕裂的 社会是撕裂的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环境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说 那今天主政者 面对这种撕裂的环境 他们到底有什么一个最后的杀手锏 能够使得社会重新恢复 在这点上 到现在他们还没出现 可是我相信 以隔壁老王的这种智慧 以今天主政者 快刀斩烂 麻这四年干的活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下一步 能够把社会重整起来 那这一步什么时候走 在我眼睛里 其实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热 闻